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在台北市举办选手村就预定在选在这个新北市领口运动公园棒球场等四地 居民今天发动联署要求政府不要拆除保留公园绿地 不过营建署就表示这片地本来就是国宅预定地 赛事结束后新增院将规划把选手村转为合一住宅来使用 而新北市政府表示将会争取保留领口运动公园 现有的棒球场也将在林甸的地方来兴建 高举标语抗议要求政府不要为了2017年世大运短短17天的赛事 就拆掉新北市领口运动公园等四地改建为选手村 由新北市民组成的爱乡协会等团体共同发动联署 要求政府停止开发 你在其他的城市里面你看不到有一个在城市的市中心 会有天然的森林存在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再加上我们就都在社区的旁边 社区的居民是很容易去亲近的 市大运选手村预定地就选在林口文化遗路和仁安路口四桌的运动公园 棒球场和两片森林绿地 一共16公顷的土地 面对当地居民反台 内政部营建署表示 这片地原本是国宅预定地 赛事结束后 行政院规划将选手村转为合一住宅使用 解决青年居住的问题 当时就是为了台北县的国宅的需要 所以当时是拟定为住宅区的国宅用地 而申请市大运的台北市政府表示 当时的确向中央提出选手村的需求 但并没有指定哪块地 当地居民表示 运动公园市林口人呼吸的肺 是重要休闲油漆的地方 希望政府相关单位能三思 不要强拆 以避免文林院事件在林口重演 记者林希拉正元新北市报道